Leo聊世界 天野龍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斯拉夫人對上中國人 這場比賽也是中東杯的比賽 OK 先來看一下黃邦選擇的文明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擁有的特色是農田的工作效率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工程器的單位造價也是非常便宜 但是斯拉夫人本身是一個步兵文明 他的王家四重可以無視敵方的鎧甲 進行擴散傷害的攻擊 所以他的後期的真實傷害是非常痛的 但是這只僅限於步兵的部分 但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效果是連擊兵都能吃得到的 所以後期只打垃圾兵的話 你的槍兵也是可以戳爛對手的 那後期的斯拉夫人配兵組織貴族鐵騎為輔助 步兵為主力 攻城器為輔助 作為一個常見的配置 後期也可以轉一些大洛碼進行騷擾 因為他的大洛碼也是OK的 而且農田效率又很快 接下來看一下 ACCM選擇的是中國人 中國人的開局村民數會比較多一點 但是食物會少200村 然後這邊很... 不是200村啦 少兩百肉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ACCM這邊是有城鎮閒置的 然後這個閒置呢 讓他村民數稍微斷村一下下 讓 Viper這邊跟中國的村差距 並不會差距太多 那中國的這個文明呢 算是... 蠻尷尬的 他基本上什麼都能出 步兵騎兵工兵都可以打 但是美中部族的事情就是 雖然他有重裝駱駝 也有重裝騎士 但沒有遊俠 那他的工兵系是有三級射 也有拇指環 但是中國蓮奴的射程非常短 而且他也沒有這個... 那個叫什麼 火炮跟火槍 所以後期的科技上來說 他是沒有辦法 轉太多優勢的射程兵種 進行反擊的 所以大部分他要靠他的肉馬 或者是駱駝 或眾中騎士 去收到對方的火炮 或者是... 有一些奇怪的單位 不然他的操作性打法 其實沒有這麼好打 主要還是要靠自己的 前期的經濟優勢 然後轉出一些兵種 什麼兵種都要即時轉出來 才可以打得好的一個文明 算是對操作者來說 是很嚴格的一個文明 也有人把他稱為 進攻萬花童 所以我覺得這個名字有點... 怪怪的 但沒有關係 大家會這樣覺得 應該也是因為他是全人型的文明 所以大家會這樣稱呼他也是正常的 因為如果是進攻萬花童的話 那應該要有火炮 還有這個工程工程師才對 我是覺得沒有工程工程師這件事情 對於一個文明來說 傷害系是蠻大的 原來不管是出什麼工程系 射程都差了一點 而且他也沒有重頭沒有火炮 所以工程方面來說 中國是偏弱了一點 只有這個大衝車跟巨型頭石機能看 但中國這個文明 遇到對方轉戰毛兵 打自己的中國連弩死 也會很常看到 有些中國玩家會轉出中型頭石車 但他的中型頭石車 又沒有我們剛剛說的工程工程師 所以這個細節的部分 要把他稱為萬花童 進攻萬花童 我覺得是有點勉強 偏勉強的一個 我是覺得薩拉森破意大利 可能就還比較進攻萬花童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中國被這樣稱呼 我是覺得有點納悶 OK 那這邊看到沙夫人 這邊是被收掉的一村 viper這邊太偷了 織布沒有點 唉呀 看他的黃金我就知道 這個有鬼啊 AECCM太狠了 直接抓到viper的偷雞 偷了一個織布 那viper這邊可能是想要打職城 那突然發現對方 唉唷 早早就來了 而且已經收掉了一隻村民 可能待會還是要補一個 織布技術喔 那這邊紙承能 紙得上去嗎 這個應該沒辦法吧 這點一農螢幕了 這個還是要轉一下織布喔 偷知一管被抓包 好 那中國這邊拿到一村的優勢 這樣村民就可以稍微拉開一點點 拉開大約快要兩到三村左右 好那這邊是轉了非常多槍兵 先到ACCM家裡繞個一圈 看能不能賺東西甜頭 那應該是有點困難 OK那中國這邊是點輪軸技術 輪軸技術補下之後 ACCM 這邊經濟待會會非常好 呃他的點法算是很標準喔 聽到之前說的 26.7P的時候 這個村民術就會點輪軸技術 可以讓輪軸的這個效益喔 稍微最佳化一點點 好那Viper果然轉出了肉馬 因為他農田的效率有15% 殘肉的速度會高於中國這裡 但中國這邊農田 他有10%的這個農田最大上限的加成 但採集效率還是輸給了斯拉夫人 但至少農田可以吃比較久 算是一種經濟補正 那中國這邊是轉出了工兵單位 要來打一下槍兵喔 那對方肉馬的問題 可能還是要靠自己的槍兵去做解決 所以待會槍兵可能還是會按個幾隻 喔這邊直接硬戳 對方直接被硬換 Viper這邊用肉馬封掉了一隻槍兵 OK Viper來拉了5隻村民想要來插箭塔 有點過分喔 過分喔 Viper過分喔 衝進去來 砍掉一村 沒有問題 哎呀 這裡那個人對塔有機會對得已嗎 這裡第一時間收掉對方的工兵單位 這邊直接一個褲打 把對方的槍兵跟肉馬打掉一些數量 這邊直接拉肉馬過來砍一下村民 把一些村民的血量砍到非常殘 這一波打架實在太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慢動作好了 好這兩邊 箭塔對射 這邊要操控一下 箭塔去攻擊對方槍兵 還有肉馬村民 好那這邊 Viper的肉馬就要去打對方的 這個 這個叫什麼 村民 這個Viper應該是輸了喔 這一波 沒了 哈 沒了 但這一波喔 讓Viper賺到了四村喔 那現在村民差距來到了 三村左右 好那這邊村民還有五隻活著 那這五隻就回家了吧 原地折返 原來這裡並沒有其他的東西喔 這個石頭可以繼續用了 而有可能會被追上喔 Viper可能還要再按一些槍兵過來 追一下後方追擊的肉馬 好這邊直接再買 直接買了 買一百石頭嗎 他又買的嗎 他又挖出來了 OK 看錯了看錯資源了 想說奇怪怎麼ACCN 兩邊資源看錯了 哇果然Viper這五隻村民 沒有得跑了 沒有槍兵過來資源喔 最終還是會被肉馬給追上的 哇這樣Viper就沒有經濟優勢囉 反而被中國反超了一到兩村左右 OK 來CCN這邊石頭 待會可以用買的 或是用挖的 去開城鎮中心喔 這一波剛剛打起來有點太突然了 剛剛沒有想到這邊會突然開打起來 因為後面已經在插箭塔了 應該是會先趕快去阻止 對方這根箭塔蓋起來 沒想到這邊先打起來 打完之後再去打後面這根箭塔 會有點來不及阻止對手蓋好箭塔 那Viper他應該有他的想法 可能就是你一定要先阻止那股兵團喔 不然那個箭塔已經會被蓋起來 不管怎麼說他還是蓋起來了 OK那這邊看起來兩邊 時代升級還差不多 這邊圍一下 W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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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er這邊失場 居然這個房子沒有蓋下去 哇 這隻肉麻怎麼辦 拉一隻肉麻解一下 聰明一直被放在裡面 沒有辦法工作 哇 這裡稍微讓Viper卡到一點聰明的工作時間喔 ACCN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OKACCN這邊補了一根箭塔之後 也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在箭塔旁邊的位置 那左邊的地方 大會可以再補一個城鎮中心在這裡 或是直接來這邊開喔 也可以 這裡有石頭果子黃金都有 好那中國這邊城堡時代喔 最大的一個優勢喔 就是可以產中國連弩之外呢 也可以產鎮鎮也可以產騎士 本身他要產什麼 在城堡時代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三公三房什麼都有 所以到了帝王時代這些 步兵啊 工兵啊 還有這個鎮鎮 都可以正常使用 那斯阿富倫這邊是打一個騎兵路線喔 那中國這邊產鎮鎮 壓制力就會非常好 但要值得注意的是喔 鎮鎮本身算是 對騎士有外增上效果 但容易對打還是容易被吃掉 他對於打騎士的優勢開喔 大概只有六四開喔 並沒有到十五五開喔 沒有到什麼七三開之類的 大概六四開 稍微優勢一點點 沒有到非常大優 對方騎士數量夠多的話 還是可以把這坨鎮鎮給吃了掉 所以千萬不要把鎮鎮鎮想得太萬人 容易會吃了虧 這隻生鎮應該是跑不掉了 這裡想要攔截 射掉 後面鎮鎮也跟了過來 但是viver這邊是轉出了生鎮 那斯拉夫這個文明呢 是生鎮移動速度最快的文明喔 天生增加20%的移動速度加成 移動速度有夠快的 糟糕都不會的那種 所以viver這邊轉生鎮 配上騎兵路線我覺得蠻適合的 那邊非常吃肉 不然就是直接鬼鬼轉一波 槍兵配生鎮工程器喔 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騎士現在出到八隻喔 可能就不要繼續出了 把這些騎士帶回補個血 再去對方家裡繞一下 能賺個村就賺個村 會比較好 那家裡的部分盡可能用生鎮 跟這個工程器槍兵防守 先把自己經濟農起來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斯拉夫人本身是一個偏農的文明喔 他沒有先農起來的話 一直打強攻 後期很難打出他自己的 什麼貴獨鐵騎啊 或是打出王家侍從 這類的單位 那這張地圖來說 石頭上也是比較少一點 剛好斯拉夫的羅斯堡壘呢 銀貫科技喔 點一下之後可以讓城堡造架 一部分的造架變成石頭 用這個木材取代 所以待會要亮場貴獨鐵騎的話 還是... 有機會的 OK 這邊如號第一時間攻擊後方的奴兵 前方的騎士加上駱駝兩邊互打 但是這邊有造想到了三隻駱駝 四隻駱駝才對 這四隻駱駝直接反打了 中國ACCM這邊駱駝回去 但是中國這邊也是轉出了一隻生鋁 斯拉夫這邊的攻城繼續往前推進 肉馬收掉了生鋁 騎士繼續往前推 38隻公兵還在後面去拉打 這邊拉打效果其實很不錯喔 傷害其實一直有被打出來 OK 盧帕這邊再稍微串燒一下 哇 這波賣盤非常漂亮 稍微把ACCM給推了回去 右邊有偷偷一直存在偷蓋哨戰 看一下視野 資訊戰在RTS裡面是很重要的一環 你獲得的地圖資訊越多 你的勝率就可以大幅提升 這是以前有人打這個 新海爭霸統計過的 越會偵查的選手 這個勝率就越高了 所以在RTS遊戲項目裡面 這個偵查跟手術觀念 都是頗為吃重的一個項目 那當然在英雄聯盟也是 偵查也是很重要 資訊戰 在這種戰略性遊戲裡面 就是往往是 比重是很高的 好 那這邊 這一隻村民繼續生蓋寄來 好 上方奴炮繼續串燒 中國這裡補下了二級蛙精 轉出了一隻青騎兵 這裡要應招 招到了青騎兵 哇 結果前方的駱駝 直接往前壓打掉了兩台奴炮 尷尬 現在沒有東西可以阻止中國奴炮了 這裡可能要退了 生女也要放棄 招翔那隻青騎兵好像是錯誤的選擇 如果能招一隻駱駝的話 可能稍微能打 OK 這一切來的太突然了 ACCN重兵 控兵也是控的不錯 好 左邊 補了 危險馬 最後 我神器製造所沒有繼續補 騎兵路線想要繼續打嗎 如果要打騎兵的話 就不能跟中國打正命的駱駝 他的駱駝是絕對夾不住的 好 那這邊夾不住 只能用生女囉 還是要趕快鬼轉中槍呢 這時候ACCN居然點下了帝王十代了 我的天 這邊要補一根城堡 夾一下 OK 不敢夾 因為這裡有弓兵 蓋寶也蓋不起來 OK 那既然我的馬打不贏 那我就去偷你家 但是 ACCN家裡的駱駝早就 去世代發 OK 這裡 先收掉前線的青騎兵 真屢也是DC收掉 這波打起來 ACCN是守得非常不錯的 有把這個重點防守給守到 但家裡的防守壓力還是很大 這一坨軍團還是沒有做到太多的事情 白癌這邊收成收得很早 但有十幾隻的村民喔 一直在神中心裡面有工作 好 現在要不要直接開打 修道院 想要 但是後方有廖王塔 這邊招想得到嗎 可以 好 招到了 但是直接死去了 後方的駱駝 打成一片 兩邊騎士直接硬吃 這就是駱駝數量少 還是會被騎士給打回去的畫面 這是正常畫面 好 這裡VIPER可以考慮上個高地 用高地反擊駱駝回去也是可以的喔 這裡又在開始打了一次 駱駝還是被逼退 OK ACCN這邊用駱駝 用的還算是蠻細節 好 VIPER這邊真的受不了了 趕快轉重槍出來了 早就該轉了 VIPER VIPER這邊是優先點下了 帝王斯戴爾才轉槍兵喔 確實也是該這樣子 OK 這邊村民術損失有點多囉 VIPER的村民術稍微下降一些些 被殺了12村 那村民術依舊領先中國 ACCN這邊的村民術 村民術落後約21村左右 但時代上來說還是中國這邊有優勢 這邊趕快點下奴賓 有升級強奴還有三級射化學 更為重要 會化學一輔下 好 這邊駱駝太多隻 來 帶他們去撞城堡 來 撞一下 OK 駱駝很怕箭矢 駱駝本身沒有什麼 工兵抬甲的關係 要直接硬吃箭矢傷害是 接點控的 ACCN左邊這坨兵沒有在控 這邊在控前方這邊的工兵單位 所以沒時間去控 奴炮在串燒 又串了一發再一發 哇 沒有打到殘血的 剩下5隻工兵 欸呀 殘血了 OK 又一台奴炮過來 還有斯阿夫的奴炮很便宜喔 所以被打掉奴炮其實沒有 太痛心的感覺 剩下三隻 OK 貴族鐵齊出來了 OK 直接 拿斧頭砍爛 斯阿夫拿的應該是單手斧配盾盤 非常的礦野 狂野 礦野 非常的狂野 OK 這邊偷車小心 白扯 哇 這裡果然有失事了 可能快要短兵相見了 木頭已經快要挖穿了 這裡也不是蓋城堡 也不是蓋箭塔 直接投石車 伺候 ACCN這邊是轉出了 增兵技術跟三級 法木 斯阿夫人 Vipers 點下了中型 投石機 三級 那這張地圖 我覺得 來說是黃金偏多的一個地圖 他實在是偏少的 原來他的黃金總數 其實比阿拉伯多了快兩三倍 會有 所以我是覺得這張地圖 可能打個黃金 並優勢一點的文明 會更好 像什麼 列提斯 或者什麼 莫娜斯帕 之類的文明 在這張地圖表現會更不錯 但 兩邊都選擇了一個沒有火炮的文明 就是後期可以用黃金 做到更多事情的文明 這樣有火炮的文明就很不錯 像是波西米亞 還有那個 比索比亞 還有這個 沙拉森 重型投石機 都很強的這種文明 在這種地圖裡 其實效果都很不錯 但有可能是 競選文明的問題 讓MIPA最後只選到了 斯拉夫人 AC先只選到中國人 說不定 可能在一些地圖戰略上 他們更認為 這張地圖 打一般的 兵種 可能會更適合 那MIPA這邊選斯拉夫人 我覺得有點 微妙 遇到駱駝文明的話 就有點尷尬了 MIPA可能原本的想法 是想用大量的工程器 配上貴族鐵騎 跟王家士 進行反擊 現在貴族鐵騎 有點被壓制住 中國有縱裝駱駝的關係 不太好出 這邊直接硬點 這一台投石車被點掉 有點虧 第二台又過來 但是有城堡在射 沒有點箭矢的關係 城堡射傷和力養 中國這邊轉出的馬弓有點麻煩 好消息是 中國的馬弓並不是這麼的厲害 他有一些升級是很深的 例如安息人戰術 所以 ACCM這邊的馬弓要打槍兵 要打很久 後面直接一個多線 哇 這一波直接把BIPA打到一個措手不及 那我前方這個城堡應該是能夾得住 這裡馬弓繼續射 OK 凱斯解掉這台繼續投石機 中頭又來了 掌力發 哎呀 好像有點癢 會怪的 OK 史拉夫點下了三攻三防 步兵的科技已經全部升滿 但是馬弓的基礎傷害實在太高 7加4 11點傷害 好 好 投石車第一次要被點掉 哇 BIPA這邊投石車 一出來就被解 一出來就被解 雖然你工程器很便宜 也不能這樣送啊 這個送的有點過多了 過多了 剛剛看起來已經送了5台投石車了 好 右邊補雷跟城堡 稍微守住了一下中線的位置 好 這邊有轉出更多的槍兵 上前戳 中國是轉出更多的肉馬 這邊肉馬解工程器 解得非常漂亮 哎呀 這個拉兵直接讓桌子中裝馬 我們吃到了投石車的傷害 OK 雖然中國的城堡守住了 MIPA這邊 拉了非常多村 過來修 20幾村的村民 應該是有金塊22村 OK 但沒有投石車可以去解 喔變3巨頭了 那可以修回來了 這個城堡應該是會倒了 圍牆也升上去了 有圍牆的話 應該就 萬 就沒問題了 OK 這邊再打個18 好 AC先看到 大事不妙 快撤離 好 那這邊斯拉夫要趕快點一下 重頭的升級 攻城工程師也補下了 好 這裡有馬弓 吃給壓力 OK 下方的村民還是一直被殺到當中 但村民一直有在補 右邊補了非常多的軍營 還有這個圍牆 還有這個圍牆 把這個石牆圍圍起來 想要專心打左側的位置 好 化學域補下了 所以在斯拉夫這裡的問題喔 是肉配的比較少 所以要點下這個 重型頭石臭喔 有點困難 大概可能還是要把農田不到40片田 或是35片田左右 他可以把自己的產能給拉起來 那這裡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槍兵出了太多隻 所以現在要轉農民出來也是很困難 OK 把農田補到了33片田 可以跟35差不多 那我總是大概是個數字喔 就是其實玩久了 就會大概知道 如果待會要轉什麼東西 農田量大概要多少 這個其實有點難講 所以細節上的部分喔 只能靠經驗跟觀念去彌補 這個可能用講解 可能會越講越亂 所以我們就不太細講這部分 反正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轉租特定的 兵種或是科技的時候 那個資源就要再稍微多一點點 那如果你是單挑打落馬的話 你要到七八十片田 直接落馬爆爆死 這個也是可以的 那現在這個配兵 打落馬絕術會打到頭破血喔 所以千萬不能跟他打落馬 因為對方的馬功更有主動權 而且還可以把你的落馬給拉打 一直拉打一直拉打 非常麻煩 這邊槍兵抽到了一槍 中午點下了重頭 VIPER這邊終於可以提升到最強投石側的傷害 哇 這邊村民 炸了一發 但沒有炸掉非常多的數量 又來一發 躲掉 點掉一個 再炸 剩下13隻 這裡有一些少量的肉馬過來解救一下這邊的馬功 中 哇 中間開始短兵相見 VIPER直接中間派兵出去 攻擊對方城堡 簡稱中 好 這邊有非常多的投石側 直接爆炸前線集結的馬功 這邊集結沒有射合 OK 後方的肉馬又在騷擾 中國這邊肉馬 非常尷尬 等一下 如果是進攻萬花蟲的話 總沒有大落馬 對不對 那就很納悶了 那義大利人呢 跟這個薩拉森人都有 這為什麼中國沒有呢 怪怪的怪怪的 好 不管 我們繼續來看遊戲 那這邊看到城堡呢 直接被手撕掉了 下方的馬功繼續 跑掉 繼續跑掉 繼續給壓力喔 這坨馬功不死喔 這坨馬功不死喔 給VIPER的壓力 就一直都存在 當然這邊 重頭已經升級好囉 傷害是15-1 馬功只有80滴血喔 如果高打低的話 通常都可以一發 砸死大片的馬功 只要兩個投石車砸一個地方 馬功通常都可以死成一整片的 結果中國這邊也是轉出了投石車 但中國這邊的中頭呢 還沒有工程工程師 射程還比斯拉夫的工程器 還要短了一點 所以 這關華蟲 微妙 微妙 好 這邊偷車過來 哇 差一刀 回去打巨頭 好 死掉了 這邊可能會夾不住喔 這裡居然沒有先圍起來 這也是VIPER的一個防守 小小失誤了 那這一坨更重要 馬功能不能換掉呢 中國這邊轉出投石車很關鍵喔 哇 重頭就是痛阿 哇 就夠砸掉自己的槍兵 四隻槍兵直接倒 哇 這個E換3 MVP 搞定 來跑這邊一個預判 結果AC線投石車出來沒動 喔 完了 還是抽掉了一台 真的是完了 看起來就是完了 OK 斯拉夫人點下了馬卡 好 努砲也升級了上去 又升嗎 這個努砲還沒有升級喔 升了一些努砲還沒升級 OK 中間也在 工程當中 沙夫這邊的打法 真的蠻吃控兵的喔 哇靠 很多衝車 中國這邊大衝車出來了 中國工程的大力氣 大衝車跟巨型投石機 原來出的他都出了 連中頭也出了 連中頭也出了 只差奴炮了 如果中國奴炮加成 他卻沒有出奴炮 或者是奴炮杯哥 最後還是砸掉了一些血量 中國這邊拉了一些馬功過來 這邊馬功的優勢還是比較巨大一點 那我是覺得 斯拉夫人還是要 返回他的大肉馬路線會更好 或是直接鬼轉貴獨鐵騎 會比較好打一點 因為沒有貴獨鐵騎的話 機動性太差 也沒有做出大肉馬了 他去後方騷擾實在是很困難 只要對方後方沒有壓力在 他就可以很專心一直打你前線 反正是自己 一開始去一步對方的馬功騷擾 才會有一些多線的進攻 像這樣子 那你就沒有辦法很好操控自己的頭屎車 就會很容易出現操作破綻 好 但現在奴炮跟頭屎車都出了 現在前面沒有那麼好解決了 頭屎車這邊擠一下 大紅車應該是可以被重頭給解光的 這重車能頂得到九頭槍嗎 有機會 卡彈 完了 好還好 可以頂個一下 重頭就是這麼的耐扛 OK 最後只被拆掉了三個軍儀 Viper這邊看起來還是很有機會 到底 Viper能不能打贏這場 艱辛的戰役呢 我是覺得這裡應該是斯拉夫人會更有優勢一點 但Viper現在是被壓著打 畢竟頭屎車也比別人頭屎車更厲害了 人家就只有7加0 你還有8加 8加1欸 射程還多人家2點 怎麼看都是斯拉夫人這邊更強勢一點 而且斯拉夫人也有大衝車 要比衝車的話還多贏了一個工程工程師 擴散傷害的效果更好 哇靠這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這波是怎樣 發生什麼事了 頭屎車怎麼 Viper自己砸自己的疾兵 OMG 難道這就是伏筆嗎 還是有點操控不過來囉 好 Viper這邊黃金數量開始多了起來 這張地圖的特色喔 就是黃金這隻武告賊 多到一個霸殺 超級多 好 中國這邊是轉出了中頭反擊 整個一發不會倒要兩發 但是斯拉夫只要一發 兩發才能換掉一台中頭 但中頭一發就能換掉兩台 在絕對的工程壓力下 中國要怎麼反擊回去呢 馬功算了散開 但是看起來是躺不住 好白盒用少量的槍兵 守住了右邊的戰線 這裡可能要再補一些頭屎車好 才有可能擋著做 這裡的重抽有點麻煩 而且還有肉馬 OK左邊的馬功中解掉 用槍兵 好ACCN 這邊中國 該怎麼打呢 沒有火炮 有火炮的話 現在這些頭屎車 早就是輕鬆解了 兩台火炮射程又是擊倒 一定沒問題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讓VIPER 還是佔據主動選 還是佔據主動選 好這邊放 散燒一下 然後從後面偷襲後方的重型投死機 這邊槍兵防守要很好喔 看到後方的肉馬了嗎 VIPER有注意到嗎 從後面來 有 但是來不及了 被肉馬貼了上去 這裡只有三隻槍兵來防守 脫掉了一隻 第二隻三隻 第一台 重頭被解掉 應該要再被解個兩台 哇 最後被解掉了四台 那中國這邊真的要解工程器的話 只能用洗兵喔 這個肉馬 或是重裝騎士 還有這個巨頭 或是重頭來解 想要東西要解工程器 實在太困難 好可以給我看一下喔 三台巨型投死機 無人防守 這裡只有收存 趕快先點一下後面的投死機 好抽名出來 想要修 來不及 太多肉馬直接貼的上來 差有夠快 完了 左邊的槍兵跟重頭也是過來 現在雙邊都在左右開弓 VIPER在右邊防守防得很好 斯拉夫的城堡 現在有6389滴血 要工程也不是短時間能拿下的事情 現在兩邊再繼續消耗時間 但是VIPER的黃金開始不夠用了 趕快到左邊開一個新的黃金出來 好 最終還是要回歸大洛馬 你遲早要打大洛馬的 不如早點打 沙拉夫就是這樣的文明 雖然他沒有遊俠 但是他的洛馬是ok的 而且慘肉效率這麼高 對方可能跟你的洛馬換 會越換越累 可能就變成疲勞戰了 ok 那接下來 VIPER轉出肉馬之後 就可以進行到後面騷擾 只要讓ACCM沒有辦法專注在前線 自然就會很容易出現 操作失誤 跟防守漏洞出現 只要出現失誤 就是整個帝國崩潰的時候 所以斯拉夫人 VIPER這邊轉肉馬 是我覺得很關鍵的一部分 這裡其實也可以轉貴獨鐵 配這個肉馬 或是直接單純肉馬 繼續把黃金給 投死機 跟這個重頭 是ok的 好這裡按了幾隻貴鐵 但金瑞應該是沒生 因為金瑞很貴 這邊先把金瑞的錢 拿去打對方聰明 有了有了有了 這就是我們想看到的畫面 大洛馬輕輕鬆鬆 寫得一乾二淨啊 結果VIPER的王家四重 似乎並沒有這麼亮眼 對方的馬功確實有點麻煩 好 但現在有洛馬的情況 中國這裡開始有防守失誤出現了 有了有feel了有feel了 開始沒有辦法專心打正面了嗎 專心打正面 這邊側翼就被爆開 這邊村民被抓掉了非常多隻 右邊牆壁互戳 這邊把聖母趕快即時搬走 ACCN這邊細節還打得不錯 好但是肉馬還在往前送 好再又到了貨房繼續砍 旁邊騷擾得非常兇 VIPER這邊沒有拘捕村民 人口出現了空檔 一百七十人口 可以再補一些村民沒有問題的 ACCN則是被拆了一些城鎮中心 現在有點卡人口 則一般就死 這邊村民要繼續補 然後槍兵肉馬 可能要繼續補 甚至可能要轉駱駝出來 可以防一下大駱駝 這邊騷擾 那這邊大駱馬隨時又有這些槍兵在駐守 所以這邊直接轉駱駝也不是最快速可以解決的方式 最好的辦法就是出一些弱馬 配上馬弓繼續去追會比較好 當然槍兵也是要出的 那黃劍部分先暫時全部給馬弓 讓馬弓可以去機動性的支援 這些被騷擾的區域 那槍兵一定要駐守在這些伐木區 又來了 VIPER的大弱馬 已經屠殺到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說已經下降值剩下101村左右 ACCM這邊要被逆轉了嗎 感覺這一把ACCM會贏的 結果VIPER直接用肉馬開始要逆轉比賽了 那是早該打肉馬 看到這麼後面 哇ACCM後面只剩下95村 重型奴炮也衝突升級上去了 打這些 級兵跟馬弓 就會非常的舒服 OK 直接被串燒 串爛 搞定 ACCM在上方 防守住了 左邊這坨馬弓 還有22隻 戳掉兩隻馬弓 還不錯 後面的伐木區域有點奇蹟可為了 當然這裡也在進攻當中 VIPER偷偷蓋一根堡 從右側開始深入 但這邊已經存了非常多的衝車了 五台衝車已經蠻多的了 然後可以開始往下衝 沒有問題 但是 正面的部分快要夾不住 這裡要轉一些中頭才能夾住 哇 ACCM直接打出了GG 不爽打了 說好的 中國萬華筒 直接被斯拉夫吃得死死了 也沒到死死了 就 就 只要轉出大肉碼之後 就沒者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這個 黃金 領先了一點點而已 整體之間 兩邊都差不多的 那斯拉夫這邊的肉量 其實沒有非常領先 這主要是因為他前期 打了非常多的工程器跟槍兵 肉類需求沒有這麼多 所以VIPER的配食物的部分 並沒有配到太多 這也是高手們之間的共同點 知道自己要打什麼的兵 就不會去刻意的往資源發展 那軍事方面呢 兩邊都是燒的是1.0的KD 兩邊都是差不多的戰績 這場 著死打得非常漂亮 那中國這邊是有明顯上的 工程器的劣勢 少了工程工程師就差很多了 還沒有這個重頭 甚至也沒火炮 那 洛瑪的部分呢 也是輸給斯拉夫人 唯一有優勢的東西 就是有中國聯儲 跟自己的馬功的機動優勢 但他的馬功呢 也並不是非常完全的 也沒有安息人戰術 打槍兵也是打得... 離離辣啦 打到頭破血流 才能打掉一些槍兵 所以覺得中國這個文明 真的是需要加強一下 有一些科技 該要有的都沒有 跟其他文明相比起來 中國是稍微弱了一點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